最强童言张纳 狂善36岁惊人美貌 已开朗少女 成功继组红两岸的张纳拉 是韩国有名的童年美女 今18日 是她36岁生日 她也在网上曝光多张照片 开心收下粉丝祝福 而白皙透嫩的脸蛋 完全看不出是36岁熟女 正在忙拍电视剧热血 主复名侦探的张纳拉 在36岁生日这天好兴奋 一连在网上PO出多张照片 有嗨戏工作照 也有居家私照 其中唯一不变的 就是她看不出 36岁的惊人童言 而张纳拉后来 又于微博感谢粉丝祝福 大家给我发来的祝福都收到了 真的很感谢 虽然最近因为这样那样的事 我有时也会难过 但是依然非常幸福 度过每一个值得感激的日子 感谢 再次感谢你们 我会健健康康的 随着年纪增长 更加努力 满怀热爱 罗佩颖必战 不陪你玩 历经赛枪 道歉之磨难 东区罗姐 罗佩颖与麻辣天后 历经的 红鞋之争 持续延烧 针对历经三度挑战 罗佩颖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而历经则再度在脸书较战 直指罗佩颖说谎 罗佩颖在脸书写道 我的为人 大家都清楚 不必多做自我介绍 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 早就不相往来 那人 无端又生非 没联系哪来的对话 是谁买嘴黑社会 搞不好真的黑社会 还怕脏了他的手呢 有时间多做点有营养的事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随后历经又分享另一篇报道 在发掌文指控罗佩颖说谎 很酸 道歉之磨难 重提当年 燕辉刚 以及 瓜品 赠礼事件 直言他谎话连篇 最后撂下一句 造孽是要黄的范冰冰看过来 李晨 三年想抱三宝宝 中国大陆女星范冰冰与男友李晨 自恋爱以来非常甜蜜 不仅频频放闪 还不时传出好事件 但两人一概否认 不过 李晨日前却在节目中公开承认 三年要抱三个宝宝 那想法 综合新浪娱乐与多家港媒报道 李晨日前参加综艺节目 约大 大明星 与上海举行的记者会 被认识多年的大陆歌手 好友袁成杰催婚 袁成杰在活动中邀李晨 三年抱撒 只三个宝宝 李晨也爽快回应 并表示借你起眼 希望你的祝福成真 此外 袁成杰大赞李晨宇十年前 相识时相比没有变 我还以为他会大排很多 没想到为人处事也一直没变 身材也是 十年前他就是六块负级 现在估计也是 凤凰娱乐报道 范冰冰与李晨2015年5月29日在微博上公开两人恋情 当时范冰冰与李晨几乎同时在微博上传两人的合照 并都留言写道 我们 这 是他出道18年来第一次对外公开恋情 范冰冰2014年和大陆男性黄晓明宣传电影时曾表示 只要黄晓明结婚 他就公开恋情 果真黄晓明和Angela Baby 杨颖2015年前交领证 范冰冰后脚就公开和李晨的恋情 黄晓明也被封 神助攻 黄晓明本人当时也准发李晨微博邀功写道 不用谢我啊 晨儿 其实 范冰冰与李晨过去相识已久 却少有合作 直到2014年底 合作的电视剧 五妹娘传奇 开播前 才开始微博频繁互动 当时 外界恋声传两人在交往 直到半年后双方才公开恋情 两人公开恋情后结婚传言不断 更曾传出两人2016年元旦会在中国大陆海南省 三亚完婚的消息 但至今仍未成真 而面对外界不断追问何时称为 李太太 范冰冰过去受访时表示 缘分到了 自然水到渠长 罗佩颖闭战 不陪你玩 历经赛枪 道歉之磨难 东区罗姐 罗佩颖与麻辣天后 历经的 红鞋之争 持续延烧 针对历经三度挑战 罗佩颖稍早在脸书发文表示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而历经则再度在脸书较战 直指罗佩颖说谎 罗佩颖在脸书写道 我的为人大家都清楚 不必多做自我介绍 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 早就不相往来 那人 无端又生非 没联系哪来的对话 是谁买嘴黑社会 搞不好真的黑社会 还怕脏了他的手呢 有时间多做点有营养的事 做人层级要拉高点 远离是非 不陪你玩 我自己玩得 得 忙得很 随后历经又分享另一篇报道 在发掌文指控罗佩颖说谎 很酸 道歉之磨难 重提当年 燕辉刚 以及 瓜品 赠礼事件 直言他谎话连篇 最后撂下一句 造念是要黄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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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